大家好,我是Franklou团队的Avatar Daphne。 欢迎来到Franklou人工智能工具箱分享频道。 今天我们主要来认识这三个人工智能工具,Corrector App,Coreseo,Crayon。 Corrector App是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免费在线语法检查器, 可以通过检查语法、拼写和标点错误来帮助提高写作技能。 它也可以在App Store上下载为应用程序。 Corrector App的一些特点包括 风格检查,帮助检查信息是否符合自定义的语气和风格。 文本编辑器,帮助复制和粘贴或直接在应用程序中写文本。 拼写检查,检查拼写错误并高亮显示。 语法检查,检查语法错误并提供错误的完整解释。 Corrector App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免费提供。 开发者不会收集应用程序的任何数据。 Corrector App因其拼写检查和语法检查功能而受到好评, 但有些用户建议可以增加一些额外的功能。 以下是Corrector App的工作原理。 1. 复制和粘贴文本,用户可以将文本复制和粘贴到网站上的文本框中, 或者使用文本编辑器功能直接在应用程序中写入。 2. 扫描错误,Corrector App扫描文本中的错误,包括语法、拼写和标点错误。 3. 提供反馈,Corrector App提供关于发现的错误的反馈,并提供修改建议。 它还为每个错误提供解释,这样用户就可以从错误中学习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提高他们的写作技能。 4. 检查抄袭,Corrector App还可以通过将文本与超过1000亿个网页的数据库进行扫描来检查抄袭, 以识别任何抄袭的情况。 如果Corrector App发现任何抄袭的内容,它会为用户标记出来,以便他们采取适当的行动。 Corrector App可以在桌面和移动设备上使用,并提供及时反馈,使其成为内容写作者、博客作者和学生等的理想选择。 Corrector App不要求用户购买任何订阅,使其对所有人都可用。 Corrector App是一个教育平台,它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从现有内容中提取和生成互动在线课程。 它的目标是通过利用AI技术简化和优化在线课程的创建过程。 用户可以将各种类型的内容如语音笔记、网络研讨会和书籍上传到该工具,然后将其转化为高质量的在线课程。 生成的课程可以根据用户的品牌、图像和视频进行个性化定制。 AI驱动的转录功能可以帮助用户准确地转录内容。 Correcio提供了不同的定价计划,适用于不同的用户需求。 免费计划适用于个人使用和测试,可以创建一个迷你课程。 迷你加Pro计划适用于那些想要用品牌迷你课程增加现有输出价值的用户,可以创建多达10个迷你课程。 企业计划适用于那些想要连续创建课程的用户、公司和机构,可以创建无限数量的迷你课程。 这些计划的差异在于每月可以生成的迷你课程数量、内容生成能力、编辑功能和额外的支持选项。 该工具还与高等教育机构建立了特殊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推进学习。 此外,CoreSeal还为学生、教育工作者、非盈利组织以及那些将平台用于非盈利目的的人提供免费或优惠。 CoreSeal的一些特点包括 人工智能技术 CoreSeal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从现有内容中提取和生成互动在线课程。 定制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品牌、图像和视频进行个性化定制生成的课程。 转录 用户可以利用AI驱动的转录功能、准确的转录内容。 定价计划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的定价计划,从免费计划到企业计划。 合作伙伴关系 用户可以与高等教育机构建立特殊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推进学习。 折扣 用户可以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享受免费或优惠。 CoreSeal让用户可以将复杂的项目如YouTube视频、科学文章或播客转化为引人入胜的迷你课程,使学习更加便捷。 该平台还提供了全面的指南,介绍了CoreSeal的理念、特点以及如何有效地用于内容创建、发布和共享。 Crayon是一个免费的AI图像生成工具,让用户可以用文字创造AI艺术,包括抽象艺术、美学壁纸和AI景观。 它的前身是Doi Mini,是由开发者Boris Damon设计的一个免费的文本到图像、AI工具。 Crayon可以根据用户输入的任何文本提示生成图像,并提供一个现有的图像库,供用户参考。 Crayon的一些特点包括 ChatGPT Crayon利用ChatGPT提供新的提示建议,让用户可以探索不同的创意。 增强 Crayon提供增强选项,让用户可以生成更高质量的图像。 治疗工具 Crayon是一种有益的治疗工具,可以帮助用户缓解压力、释放情绪。 儿童友好 Crayon是一个有趣的、吸引人的平台,让儿童可以测试他们的艺术技能,发挥他们的想象力。 高质量的印刷图像 Crayon生成的高质量图像可以用作框架, 数字横幅、贺卡等。 免费使用 Crayon模型可以免费用于非商业目的,但需要观看广告。 Crayon还处于早期开发阶段,不是一个专业的工具。 但是,它展示了AI技术在未来可以实现的可能性。 Crayon可以通过其网站或Android应用程序使用。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三个人工智能工具的主要功能。 1.Corrector App是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免费在线语法检查器。 2.Corsio是一个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从现有内容中提取和生成互动在线课程的教育平台。 3.Crayon是一个免费的AI图像生成工具。 谢谢您的时间,我们下次再见。